大姑夫妇因为诈欺被羁押 国民党立委徐巧新为此和名嘴杠上开战场 这回指控政治评论员温朗东十多年前涉嫌逃兵 徐巧新信誓旦旦指控温朗东就是当兵时装疯卖傻 才成功厌退 最后更撂下狠话 想要说我参与诈骗跟洗钱 门都没有 所以嚣张没有落魄酒 等着坐牢吧温朗东 这回徐巧新抛出逃兵说温朗东也立刻回籍 在脸书po文指出自己十多年前在台南新训后 还主动参加装甲兵训练 下部队后又回到高雄 但刚到部队就严重失眠 就医后被诊断为躁郁症 在停疫令下来前还吃药治疗一个多月 反问徐巧新如果有能力或动机逃兵 何必去当超过四个月的兵 此外他认为徐巧新在媒体上泄露病情隐私 决定在四月日十三号早上十点到北检案林申告 并民事求偿一百五十万 兵役问题温朗东反抛给 徐巧新丈夫刘燕里 当年获判免疫 难道是因为靠医师爸庇护势力 今天他讲的不仅毫无逻辑 毫无证据 而且也不是事实 动静脉的血管瘤 它会让我没有办法正常的运动 大姑争议还在烧 老公兵役问题接着爆 政治圈血流成河炮火四射 三天新闻和孟哲尤涛台北报道